台積電公開宣布退出桃園 這個不只是關乎桃園下一代產業的重大的變動 這也關乎台灣的競爭力 那這也關乎到世界對台灣的重視 台積電原本在桃園農產科學園區設廠的是 1.4奈米的一個最先進製程 現在化成泡影 我認為這是整個國民黨 都在執行韜工國防趕走神傘的計畫 我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跟鄭文燦花了很大的力氣 那個時候我們就用執行力希望引進台積電 國民黨的潮熱縫 沒想到今天真的把他趕走了 看起來就對中共 對中國 他們要取代台積電自主金援發展有好處 這個就是馬英九他們所執行的 他們所執行的中國國民黨的大戰略 那我們也希望說盡快找到解決方案 讓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可以在台灣落腳 不要到其他國家去 如果到其他國家去 國民黨又換一套說法 說你看美國正在掏空台積電 掏空台灣